主席那你怎麼看就是今天你都來到新美市議會,那現在就是新美市議會上面也在想說,郭友宜到底明天需不需要來專案報告,你怎麼看這件事情? 因為他到今天才出席書明會,那明天他現在也沒有確定說要出席這個專案報告 我自己當台北市長專案報告是我都自己出席,我覺得還是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,就面對就好了 郭主席,你在台北市的同學是指求對決,怎麼會建議董事長指求對決? 不是指求對決,不要這樣講,就是說面對問題嘛,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保證說這從來不會出問題 出問題就看怎麼善後,怎麼預防以後發生,就這樣啊,所以就面對問題就好了 所以你是覺得就是說郭友到現在的態度是比較閃避的嗎? 你不是我的朋友嗎?為什麼問這種題目? 不是啦,就直接面對就好了,記者會自己開,專案報告自己報告,這樣就好了啊